今天要把埋了五个多月的葡萄树挖出来 在我们这冬天就要把葡萄树埋起来 天暖和了再挖出来 要不然冬天就容易冻死 这所有布都埋在土里了 这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系上的 现在给它解开 把这葡萄树架露在外边不怕冻吗 咱们去年不是压得包没盖的吗 哦对 前两天就把长大人咱们喂 没有事冻不动 这两个树啊 我得把这只嘎条高水泡一下 要不一斤就好两斤了 去年这根大架子立住蛇了 今年还得再埋一根 这三根没事 今年还能继续用 那根也不行了 这个啊 那根我刚才动的活动了 那么多埋的牢固一点还不容易倒啊 就这样泡就行啊 嗯 这两条用水洗一洗 它就发远了 到时候它就容易两斤了 嗯 不硬 是吧 泡多少时间 泡十分钟八分钟就行 嗯 有没有那边没有吗 没有 老板见了 嗯 这咱们要是错的信息呢 就不用泡了 嗯 这刚才错的湿箭藏 凤鱼翠 泡一泡软糊就能绑了 看这小鸡在这新桶里扒的蚯蚓吃的 这个坑挖半米深就行了 是 开始埋了 不埋不埋 这个木头有点高 哦 比这边的高 嗯 得拉四十公分吧 比这个高四十分 它得结局一点 我去哪儿去 这叫四十 差不多了 行行行 差不多了 嗯 就这么快 如果再往它去就矮了 嗯 好 那去埋啊 开始埋 嗯 行吗 这个可以是 就这样 对对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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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春羹已经陆续开始了 呵呵 那我看有汤地的 对 汤地开始种菜了 呵呵 不过今天这天有点沙尘暴的感觉 这鹅怎么少了一只啊 啊 就剩一只了 啊 嗯 嗯 他自己去嘛 你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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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这个找不到了 啊叫了 呵呵呵 压一下 让土实一点 对 踩一踩 你把这给我 我把他喂水 哎 行 没劲 好 慢慢喂 先喂过去 然后再搭在栗柱上 嗯 嗯 先放这 嗯 放这 要这把你搞定吧 好 我把这把 你得我先收一收 哦 先收 这粗的这地方 哎 好好好 算了 哎 好 哈哈 好 那个再搞 搭上横杆 中间这个还得往往右边挪一挪吧 太宽了 感觉 还一会儿弄 嗯 再搭一根 先用杆条给固定住 待会儿这个横梁长的部分再给截去 截成一样齐了 嗯 我把他截在一半一起 嗯 这边藏出来的部分也给截去 把这酸布明天还截着弄呗 哦 明天啊 对 我这洗吧 把葡萄树搭在架子上 待会儿还得用刈条固定住 把葡萄案用得这么粗 嗯 把它披开去 哈哈哈 披两半 这真是软糊 都是软 照着这样 嗯 学废了吗 学废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咬中间 看你咬中间 哎 哈哈哈哈 嗯 哦 这有词语 嗯 叼着 咬着 哎 哎 这手又不行 这就是你两下哈 啊 你必须的 就是一半一起 嗯 嗯 这平均 就是这个平均 你不能这个劲大 这个劲 啊 哎 这样葡萄架就算是搭好了 等着秋天吃葡萄 今年可被忘死了 去年都懂怪 哈哈哈 我那样肯定忘不了 哈哈哈 这只鹅没有丢 来窝里下蛋了 平时都是在后院下 今天来窝里下了 刚才我抱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妈 这鸡蛋怎么这么大 这鸡蛋怎么这么小呢 这不是鸡蛋 大的是鹅蛋 小的是鸭蛋 哦 鹅蛋是白色的 鸭蛋是绿色的 对了 哈哈哈 马上我们亲了它吧 哈哈哈 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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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